今天就和阿恒一起探討一下足球機 阿恒的身分除了是香港足球機協會主席外 他還活躍在亞洲區的比賽 2016年高雄比賽還贏得一個公開單打的冠軍 之前還代表亞洲隊參加國際足球機協會所舉辦的洲際杯比賽 身兼選手和推廣者的他 不知道會不會對足球機有不同的看法呢 我們現在就跟他聊聊 阿恒你好 是 我和你都不經不覺都認識了10年 我和你都是打足球機認識到大家 當然當中的樂趣除了我 你還有一群在香港打足球機的人知道之外 好像外面的人不太了解 其實你覺得沒有接觸到足球機的人最大的誤解是什麼 我自己覺得 大家沒有接觸過足球機或者剛剛接觸到足球機 對足球機最大的誤解就是 他們會當足球機是一個遊戲 不當是一個運動 因為他們不知道足球機其實是外面有比賽 或者是 有些規則要遵守的 或者有些技巧可以學到的 所以呢 這些就是我覺得他們對足球機的最大的誤解 還有 可能一般的初學者或者剛剛接觸的人會覺得 足球機只是說一些反應的遊戲 就不知道當中其實包含了很多東西 即是一些技術層面 或者是 策略 心理上的那些層面的東西 但是為什麼你會覺得 足球機是一個運動 當然我也會認為它是一個運動 因為其實遊戲和運動 大家都好像你所說 已經有規則 有技巧 其實為什麼你會覺得 是一個運動 而不是遊戲呢 我覺得 因為它是包含了 運動的有些某些特質的東西 例如可能是 反應 或者是技巧 這些東西是一些運動當中會 需要有的元素 但是 遊戲的位置可能不只是包括這些東西 就是 遊戲可能不包括這些東西 可能只是玩一下 另外就是 那個嚴肅程度 就是可能是 會有一些大型的比賽 或者是會有很多人參加 或者是那個 技術層面會有一個 歷史會慢慢看到 會不斷有些技術演化 這樣的情況出現 所以我會覺得 這個會是 比較像一個運動 多於一個遊戲 就是你會覺得是有個歷史 即是技術上的演化 有沒有說什麼例子 其實絲綴鏡片 就是其實絲綴鏡片 一個好例子 你說 技術上面演化的話 對 例如你說絲綴鏡片 甚至可能是 會看到 它是一個 有一個體系 在 它不會只是 射門的絲綴鏡片 譬如每支球桿上都會有一個獨立的技巧去做 譬如你的後衛會有一套出球方法 可能一開始的時候是剛剛有足球機一樣東西的時候 可能出球方法只有兩三個 但是隨著時間慢慢演進的話會越來越多的出球方法 甚至乎你會觀察到每一年每一些比較頂尖的投手 他們都會有一些新的想法或新的技術自己會研究出來 然後再在比賽上應用出來 所以這個其實可以看到一些技術演化 不是說一定要一個很長的歷史 當然你長的歷史的話你的技術演化會變化得多 但是就算你可能看兩三年的時間 你都會看到那個技術的演化速度會很快 那不如說起歷史的轉變或者技術上的演變也好 不如說一下你自己 其實都認識了十幾年 其實你都只是射開Pull Shot 那為什麼沒有去用其實Shot做一個主要的進攻射門方法 而只是用Pull Shot呢 他Pull Shot技術上的層面有什麼好處 首先我講一下我為什麼會經常Pull Shot 其實最主要的原因是跟我接觸到足球機的環境有很大的關係 因為我是在中學接觸到足球機 當時在中學裡面其實大家都只懂得很簡單的一些 好像Pull Kick、Push Kick那些傳球射門 或者是一些簡單的Pull Shot 因為身邊的人都是射Pull Shot的入球率會最高 所以自自然就會學了Pull Shot這件事情 還有因為其實那時候的環境 因為我是中學那時候接觸的 我中學那時候其實是一九九幾年 那時候是沒有網絡 就是沒有網絡 也都是很難接觸到一些正規的足球機的知識 所以是不知道有其他Shot的存在 就是可能大家現在會很方便找到 就是上網搜尋足球機或者搜尋足球機 會找到很多一些足球機的資料 但是當時的環境我是做不到這件事情的 所以我是完全不知道Sneak Shot 或者是Front Pin 這些完全不知道的 那只是知道Pull Shot 所以就會用了Pull Shot來做自己的一個 主要的射門方法 因為你剛剛問了兩部分 另一部分就是說 究竟Pull Shot的技巧上面有什麼好處 那對於我來說 我們看回射門先 那射門其實 一個好的射門的話 其實包含了我覺得 包含了三個要素 第一個要素就是隱藏性 第二個要素就是速度 第三個要素就是準成度 那Pull Shot對於我來說 它那個隱藏性是會比較好的 相對於其他鏡頭來說 因為它是只有一個方向 就是拉一個方向 那麼那個射不同的位置 那個動作都會很像 所以那個隱藏性會最高的 那第二樣的技巧的好處就是 Pull Shot相對來說 可能我習慣了 就是相對來說會比較容易的去閱讀到對方的防守 就是容易的看那個洞在哪裡 那所以我就會選Pull Shot 那第三樣的好處就是 那個Pull Shot的應用層面會相對廣一些 就是應用層面過一些的意思就是說 我除了前鋒可以用Pull Shot之外 那其實我們的後衛都可以用到Pull Shot的 那但是反過來如果是射擊的話 可能只是前鋒可以用到 後衛就未必用到 所以這個就是我對Pull Shot的技巧的好處 那看來你寫了十幾年對Pull Shot的理解程度都很深入的 那但是如果有沒有一些你自己獨特的見解 就是可能坊間很少提過 或者你有沒有自己一個其中一個獨特的對Pull Shot的見解呢 對於Pull Shot的見解 獨特的見解嗎 讓我想一下 如果最獨特的見解的話 我會覺得其實我會用不同的自然 自然的環境裡面的因素 去形容一個射門的 就是譬如我覺得Snake Shot會好像閃電那樣 那Pull Shot我就會覺得好像一些風那樣 就是你會感受到風的存在 但是它又是一點沒有一個形象的東西 所以在我練習Pull Shot的時候 或者是射Pull Shot的時候 經常都會有這個影像 就是那個無形無相的感覺 就是你會在你射球 射了球之後 人家都可能未必會知道你射了球 這個是我對於Pull Shot的射了那麼多年的感悟或者看法 那我可不可以說是用不同的形式去射Pull Shot呢 就是因應對手啊 桌子啊 還是會不會因應什麼去形容呢 形式是很重要的 應該這樣說 其實Pull Shot是有一個主要的形式 但是在每一張台或者不同的對手 或者在你的狀態不同之下 你會在一個Pull Shot最基本的形式裡面 會做一些調整 去適應當時的環境 這個是會好看你對那個射門的了解程度 那個熟習程度去做到的效果 就等於是譬如可能是一個很有經驗的選手 不要說只是足球機 任何其他運動都好 只要他是很有經驗的 可能在一些不完美的狀態之下 譬如當打籃球來算 可能他在射球的時候被人撞一撞 他失了平衡想射球 那一般的人可能是射球就會射歪了 但是有些人可能是高手那些 他可能在失平衡的情況之下 都可以射到一個球的 那就是他們會有一個基本的方向 但是可以在不同的環境裡面 會調節到 OK 那這些是比較技術上層面 加少許應用 怎樣應用的層面 那如果我們說一下 譬如心理上的層面 策略上有沒有什麼特別的見解 譬如怎樣應用在你撞擊 應用在你傳播防守道等等的技巧呢 其實足球機和其他運動都好 都會是很廣後心理策略的應用 其實所有運動去到最高層面的時候 可能大家的技術程度都差不多 都去到很爐火純青的階段了 那往往決勝負的關鍵就是 取決於心理因素和策略運用的 那如果套用在足球機那裡的話 我會有一個叫打牌理論的一個比喻 去形容這個心理策略的一些形容 那打牌理論是什麼呢 其實是包含了兩個很基本的要素的 那兩個要素呢 第一就是打牌的時候你會有兩個東西 第一就是你手頭上有什麼牌 手頭上有什麼牌也就是等同於 比喻於打足球機裡面你有什麼技巧 比如可能是控球、傳球、射球、擋球 就等於你的牌 那第二樣的要素呢 就是你怎樣打你手上的牌 就是你怎樣去應用你自己手頭上的 控球、傳球、射球、擋球的技巧 這些就是一些關於策略和心理上的形容 那很多時候我們當打牌為例的話 有些人可能手上有一副很好的牌 但是在打牌的過程當中他都會輸的 就是因為他出牌出得不好 那套用回到足球機就是說 你可能有一套很好的技巧 你可能是射球射得全場最快的 或者是你的全球射得最準的 但是你都會輸球的 那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你的心理和策略做得不好 就是你有好牌但是不懂得出 那你覺得是怎樣為之 就是怎樣說呢? 譬如我手頭上有 我知道自己有A、B、C、D四隻牌了 那我會不會無端端 邪力 A牌沒有那麼好的 那出了會不會沒有那麼好呢? 就是我怎樣決定是好或者不好呢? 譬如剛剛說打牌理論 那分了兩部分就是你手頭上有什麼牌 以及要怎樣出牌 那現在你問的問題就是 我怎樣為之出牌出得好 就是先不說那些技巧上面的 就是怎樣是出牌出得好 怎樣是心理和策略是可以好呢? 那我覺得可以有幾方面入手的 那第一件事就是要先了解自己 為什麼要先了解自己呢? 就是你究竟知不知道你自己手頭上有什麼牌 很多時候可能我們不知道自己原來是懂得做的一件事 就是我原來懂得這樣傳 或者懂得這樣寫 我們不知道 就是對自己的牌不夠了解 第二件事就是要知道自己手上的牌有什麼作用 譬如可能是你做這個傳播的時候 原來是有這樣的效果 你要知道自己的牌有什麼作用和效果 第三件事就是你要知道自己手上的牌 互相之間有什麼關係和關聯性 那譬如都是用回那個比喻就是說 譬如你當在這裡跟別人坐大一點的 那你每張牌之間有關係的 你未必會逐張逐張牌這樣出的 有時候你會是一拼一拼這樣出的 有時候你可能會是銅花筍啊 或者是五隻五隻這樣出的 那這個就是一拼這樣去形容自己的牌 那如果是當足球機的話 就是你手上的技術 其實你可以組合成為一拼的系列去理解的 你不只是一拼一拼這樣看 而是一拼一拼這樣看 那這個只不過是打牌而已 就是在打牌理論裡面 首先你要了解自己 到底有什麼牌 怎樣出牌會好啊 那個牌的效用啊 怎樣一拼這樣出 第二件事就是你要有那個game plan 就是有一個比賽的那個 比賽之前你要想好怎樣打 那比喻回去打牌理論的話 就是說你手上有一副牌 你要懂得去砌好你自己的牌 大致你會知道要怎樣鋪牌 自己的牌怎樣出 那還有你的game plan 也會影響到你怎樣控制比賽節奏啊 或者會可能是你要想一下 你什麼時候是要用timeout啊 或者是譬如可能是 那個timeout的作用在哪裡啊等等等等 那game plan一樣是因人而異的 就是你可以很簡單去計劃一個game plan出來 也都可以很複雜地去計劃一個game plan出來 但是我會建議就是說 無論怎樣也好 你一定要有一個基本的game plan 那你才會是 那game plan的用處是怎樣呢 就是你會有目的性地去打球 就不會亂打 就這樣下場就靠自己的感覺去打 就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那game plan會令到你會有目的性地去打球 而令到你可以在打球的過程當中獲得一些資訊 OK 那其實最關鍵就是頭尾兩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首先要了解自己有什麼牌 第二部分就是怎樣應用一些牌 是不是 那如果focus在第一部分的時候 那譬如我們是可以怎樣更加了解自己手上有什麼牌 是怎樣發掘自己的牌呢 因為有時候很多時候自己不知道或者自己忘記了 首先你要記得的話 你可以最簡單就是你可能有個筆記 或者是寫下自己究竟可以做到什麼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可能你不要只靠你自己的記憶 因為人的記憶可能是有限的 那你可能要一些工具輔助 譬如可能是你上網看自己的比賽的影片 或者是可能平時打球的時候錄下自己打球的影片 那你就會更加知道原來在比賽過程當中 你做一些事情是自己做到的 但是可能比賽完了之後你會忘記 那你就要看一些比賽片 那我講回打牌理論 其實剛剛我講了兩部分 就是要了解自己的牌 還有第二部分就是遊戲計劃 但是其實還有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 因為其實在打牌的過程當中 你不是一個人打 你是跟其他人一起打 所以其實是有一個互動性在裡面 所以因為有這個互動性 第三樣打牌理論的其中一個要素就是你要懂得去閱讀比賽 就是要怎樣去read到整個比賽 那你read比賽的時候可以有很多東西可以read出來的 你可以看到對方手上有什麼牌 還有你對方手上的牌有什麼作用 或者是對方的牌和牌之間的關係 簡單來說就是你要知道他做到什麼做不到什麼 或者是對方做到的東西是有什麼效果 或者對方的series是怎樣 你要了解到這件事情 這些都是可以在打比賽之前可以看一下那個人打比賽的影片 或者是實質在下場的時候看他觀察他 還有一樣東西就是每個人都會有他自己的出牌方式 這個就很牽涉到去打球的時候一些的習慣 思維模式這些東西 就是那個tendency那樣東西 也可以看他的出牌方式是怎樣 最後就是要怎樣read整個的局勢 就是你會知道那個momentum的轉變在哪裡 或者是你會感覺到節奏可能不同了這些事情 所以其實一場比賽或者一場球賽都有很多東西可以看到 那剛才你提到就說要記憶大家 人類的記憶是有限的嘛 那你可能會提議做一些筆記的東西 那你自己會不會做一些筆記呢 或者如果你自己做筆記的時候 你會專注在什麼重點上多一些呢 我會做筆記的 我主要其實我會是記憶自己兩樣東西 第一樣東西就是自己輸球的原因是什麼 那紀錄的時候是打完比賽之後 純粹是靠自己的記憶 寫下自己的感受先 然後再看那一段的比賽片 究竟是不是真的發生了那些事情 就對回答案這樣 剛剛不是說記憶會錯嗎 那所以你就寫下的時候你是靠記憶寫 但是你再對回看比賽片 那你就知道自己究竟記憶寫什麼 或者記憶寫什麼 還有你都可以檢查到自己那個 記憶的圖片 或者想的圖片的模式在哪裡 那第二樣東西就是 除了知道自己輸的原因之外 也都要知道自己贏的原因 因為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會忘記了自己 原來是可以用這些方法去贏到對手 或者自己可以做到這些事情 那所以除了要想自己為什麼輸 也都要想一下自己為什麼會贏 那要在過程當中 從中是緝取回贏的原因是什麼 之後可能在下一次的比賽 或者之後可以用到這樣 那所以一場比賽都可以分開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就是一些準備的功課 例如看一下一些對手的影片 這樣 第二個階段當然就是打比賽的時候 實質打比賽的技術 心理應用層面等等的東西 那第三部分就是一個反思 可以叫做reflection 那其實這三個階段 你打過這麼多比賽的時候 你打過這麼多場比賽 那有沒有哪一個比賽 那這個令你最難忘呢 如果你說最難忘的話 都是跟Tony Spragman 就是世界第一的選手對打 雖然其實整個過程是被他壓著來打的 但是會好玩和很刺激的 有沒有說是哪一年? 哪一年來的? 2015還是2014年忘了 但是是台灣的 2015高雄 因為我跟他有對戰過幾次 高雄那一次 其實跟他對賽的機會都多 除了單打之外 雙打其實也跟他打過 我跟他對過一次 然後我跟William 就是另外一個港隊成員 我跟William一對的時候也對過 就是我跟William一對的時候也對過Tony Sprayman 然後是可以跟世界第一名選手打球 是一個難得的經驗 那除了這個比賽之外 其他難忘的比賽都是一些 就是差一點點贏 又贏不到 又輸一兩分的比賽 譬如我和你一起去上海打比賽的時候 那可能是最後一場 我們進到雙打決賽 那輸了長球 那些比賽都會印象很深刻 那其實你深刻的印象 不應該這麼說 你的印象很深刻是 因為差一點點贏 還是因為技術上層面 還是有什麼因素令你覺得很深刻呢? 我覺得其實主要是過程 還有你也說得對 就是差一點點贏 或者是 不要說差一點點贏 甚至乎是差一點點輸的比賽 我都會記得很深刻的 譬如我和你也是上海雙蛋 贏了Yohan和Kenny 那時候也是打到DLC 然後到最後我們是 你經常是全球進入了兩球 那這些我會記得很印象深刻 原因就是因為 比賽的局勢很緊湊 很緊張 就是大家都 未到最後一刻都不知道 究竟是誰贏誰輸 可能就是差了一分就贏比賽 或者差了一分就輸了比賽 那些比賽就會令到我非常非常記得很清楚 所以打比賽的過程才會真真正正感受到這些感受 而我們可能平時打球 那些就難一點感受到 完全是另一個層次 而且你會面對到的對手會是更加 不可以說更加厲害的 因為我們香港的選手和亞洲其他選手 拍著比的話都不會差到哪裡 但是對那個選手的熟悉程度會低一些 就是你會面對一個陌生的選手 不知道他會做些什麼 就是那個不安的感覺 或者未知的感覺 很強烈 那這些都是一些比賽才會感受到的東西 平時打球 就算你對那個人很厲害 但是你跟他打習慣打熟 你都會大概知道他會怎樣打 那沒有了那種比賽的特別的感覺 然後再加上打比賽的時候 都在說至少打兩三天 而這兩三天其實都是一整天 就是可能在說早上9點10點開始打 到可能晚上7點8點吃飯的時間 可能只有半小時 所以那個感覺跟平時打球的感覺很不同 因為平時打球都是打兩三個小時 那時間就覺得很快 然後我還記得如果我打比賽 可能星期六晚上的時候回到房間 你整個腦袋還想著早上機的東西 然後有時候可能發夢 可能睡得不想 都會想著早上機的技術 那些東西 你有沒有這些情況 當然會有 其實你講到打比賽的話 那個剛剛你說得很好就是 你除了是比賽那個過程裡面 就是譬如你就算打完比賽 回去酒店休息的時候 你的腦袋都會繼續在轉 剛剛比賽發生的事情 那我試過是 即是打比賽可能是星期六 星期日這樣打 星期五、六、三天這樣打 每晚回去酒店睡覺的時候 我做夢的時候都會想 即是都會夢見一些比賽的環節 甚至乎是夢見一些偶像 即是一些美國的選手 例如可能是Lafredo Colin Yon Tony Sparrowman 即是在夢裡面會看到他們 或是在夢裡面會跟他們打球 這些是平時會比較少出現的情況 但是比賽呢 因為全程投入 不斷在想一些關於足球的事情 甚至乎晚上發夢 都會有這些夢境出現 所以其實這些比賽的經驗 真的很難得 對於再加上打完比賽 其實那個成長都快很多 即是技術上 策略上的成長都相對很明顯 那所以說回你自己個人本身 你的成長都快很多 本身是只不過是一個玩家 一個玩家 然後又慢慢開始轉型 又做Promotioner 做Promoter 如果想繼續收聽的話 記得留意第二集